可是这事在庸亲王的心里 可是结下了一个大哥的 在他心里深深的认为 这位三哥是他的最大威胁 打着三哥的旗号 小骗子一上门 自己的门人就乖乖的往外掏银子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自己的门人年羹鸟 也是觉得印旨可能会夺得皇位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上文书咱们聊了一下这成亲王印旨 也就是康熙皇帝的三阿哥 是如何和老十三 宜亲王印祥交恶的 那么只是因为老十三是雍正朝的常乌父皇帝 这十三弟与雍正皇帝交好 就导致了他们这位三哥凄凉的命运吗 那惹定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这最主要的原因呢 还是雍正他就不待见这位三哥 那有人就问了 在九子夺嫡的时候啊 这三阿哥印旨并不在咔位上 这三爷党啊 说有也可以 说没有也可以 他远远和大千岁党 太子党 八爷党 不是一个档次 并且在雍正皇帝登基以后 在政见上啊 与雍正皇帝也没有过大的分歧 那么最终是什么导致了 雍正皇帝对这位哥哥 不但不加以重用 最后反把三阿哥圈禁至死的结局呢 通过分析 我认为这雍正皇帝之所以不带进三阿哥印旨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每次见到这位三哥就好像在照镜子 如果一个人把自己讨厌人的行为列出十条 仔细阅读之后啊 发现可能九条半说的都是自己 自己是不会和自己交朋友的 换而言之 两个人的性格秉性极似 也不可能成为朋友 这会儿肯定有好朋友不爱听了 说你看我和我的朋友吧 我们两个见天就吃喝在一起 形影不离 那我喜欢什么 他也喜欢什么 这只能证明 您二位的兴趣爱好相同 但是脾气秉性绝不能相同 这朋友间呢 性格方面只能互补 若是都弱势 都强势 或者都城府很深 这样的人呢 绝成不了一对好朋友 社会学问题不在今天咱们讨论的范围之内 咱们接着聊成亲王印旨 您看在康熙47年 太子第一次备废之前 这三阿哥和四阿哥给群臣 乃至父皇留下的印象啊 都是父皇在位的时候 我要效忠父皇 这太子登基呢 我们就会效忠太子 好好的尽自己的人道 臣道 这三阿哥印旨啊 做的稍微明显一点 大家都认为呢 他是太子一党 尤其是在康熙47年9月的时候 他举报了大阿哥印旨 掩阵太子的事 得到了皇帝的赏识 其实在康熙47年 康熙皇帝给印旨的评价上 我们就能看出 这三阿哥印旨 实际上是把大阿哥印旨 卖了以后 才得到了父亲的信任 在第一次太子被废的事件当中 才能够全身而退 在这件事情上啊 康熙皇帝是这样评价自己的三儿子的 印旨与印仍 虽逆 然为怂恿其为恶 故不为罪也 这别人呢 看没看明白 我不知道 反正啊 四爷印真 是看明白他这位三哥了 这两位阿哥 都同时看出了这一步 那就是 康熙皇帝 并没有真心 废太子之意 即便康熙四十七年第一次废太子 也是啊 话赶话说到那了 并且啊 想皆由此事 给太子一个教训 那么该舍谁 保谁 抛弃谁 迎合谁 这根俩的心中啊 那早就有数了 其实 早在三阿哥印旨 举报大阿哥之前 这印真呢 就已然 道理夹角 给了这大阿哥一下了 就在仗殿夜景之后 康熙皇帝下令 索拿太子 命令呢 这大阿哥印之 看守太子 可是啊 没过几天 这康熙老皇帝就发现啊 这大阿哥印之 他没安着好心 那要是让他看守太子啊 过不了多少日子 这太子应仁啊 不死 也得犯了神经病 于是 这老皇帝又下了一道旨意 命四阿哥印真 会同大哥一同 监管太子起居 废太子应仁 被拘禁之后 经常啊 发一些小牢骚 这些事情啊 就传到了康熙的耳朵里 康熙皇帝十分厌恶 于是就传指 日后 废太子应仁 如此妄言 可不必揍 负责看管废太子的老大印之啊 一听这话 他算高兴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爸爸的意思就是说呀 不想理这老二了 对这废太子 彻底放弃了 你还别说你以后发个牢骚 就是你真心悔过认罪 爸爸也不想听 于是他就一不做二不休 这废太子的任何言论啊 他就真的不向上禀告了 直到有这么一天 康熙皇帝 以太子的大罪下来了 其中就有一条啊 是说这太子 勾结江湖匪类 欲替索额图报仇 这可就是谋逆呀 这废太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 也是非常的惶恐 于是他就央告 看守他的大阿哥和四阿哥 向皇父转奏 皇父若说我有别样不适 事事都有 只是谋逆的事 我实无此心 这大阿哥一听啊 乐了 跟着废太子说呀 你算了吧 爸爸说了 你说什么呀 全当放屁 不予回躁 可这老四呢 听了这话 没言语 转脸啊 就把这些话 转告给了康熙 康熙听到这些话之后啊 表扬老四这样做是对的 是这老四啊 念及手足之情 是人道 是孝道 这人道和孝道啊 咱们先放在一边 总之啊 这四阿哥应征 是足足蹦蹦的 摆了大阿哥应之一道 在这之后不久 大阿哥应之被圈禁 二阿哥太子应仁被复位 在第一波 夺敌斗争当中呼声最高的 八阿哥应四 也因为广结党羽 窥似楚位的原因 在康熙皇帝的心里 失去了宠信 也就是说呀 这第一轮打下来 最大的赢家 就是三阿哥应指 和四阿哥应真 有人说 那难道这赢家 不是那被复位的太子应仁吗 哎 还真不是 因为这太子第一次被废呀 就证明 可能被二次废除 果不其然呢 在康熙五十一年 太子二次被废 这一下子 康熙皇帝表示 以后再也不会复利应仁为太子了 于是这皇子们的争处竞赛呀 算开始了 一个个的八仙过海 那是各显其能啊 这八个照样打着他八贤王的那副好牌 可是看这牌面 酱有搭子够 怎么瞧 怎么是一把好牌 上了一张就上厅了 可是这张牌呀 他怎么也摸不来 因为这关键的关键啊 就是爸爸不待见他 你越贤德 越能拉拢人心 老皇帝就认为啊 你是在续积 积攒自己的势力 甚至这康熙皇帝 曾经公开表示过 有一日 印刺一党 若将我谋的 真到此时到来 我也只能是坦而面对 微笑是之 这话很重 意思是说这印刺啊 以后你不一定造反 你的同党为了拥立你上位啊 也可能把我这老皇帝杀掉 这印刺的事啊 咱们留到八阿哥那篇 咱们再接着聊 这会儿 这三阿哥印纸干嘛呢 这会儿的三阿哥和四阿哥 好像都在勤勤恳恳的 干着自己手上的工作 并没把自己的精力 放在夺得储位的这件事上 实际上啊 这正是他们二人 韬光养晦 城府很深的一面 按下雍正不表 咱们先说三爷印纸 这成亲王啊 表面上是帮着国家编书 实际上他在借此机会拉拢汉族文人 他手上就有一张底牌啊 谁啊 就是那个大儒陈梦雷 陈梦雷是康熙皇帝派到三爷印纸身边 帮着成亲王编书的 这个人呢 他虽然是汉族文人的领袖 但是啊 他也只能在三爷印纸的府里编书 不能出来为官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啊 他在三藩的问题上啊 从过逆 犯过大罪 这康熙皇帝要不是怕 把他这一度的学问淹净了啊 早就把他弄死了 留着他呢 一是让天下的读书人都看看 我们这大清国呀 还是很优待读书人的 再一来呢 也是给三二个印纸 编转类书 一个很好的帮手 那要这么说 这三爷印纸 借助这读书人领袖的陈梦雷 那要拉拢不少的汉族文臣了 没有 这陈梦雷啊 虽然是读书人的领袖 一度的学问 可是他并不是大臣 当时朝中汉人大臣的领袖 是大学士李光帝 是这陈梦雷的同乡 这两个人啊 他不对付 所以这印纸交好陈梦雷 就等于得罪了李光帝 乃至到康熙晚年的时候 有人问及李光帝 李相 您认为哪位皇子可接大位呀 这李光帝还捋着胡子说 在贤德方面啊 我认为八个甚好 您看 能够代表汉人文臣的大学士李光帝啊 压根就没把三爷印纸 加在眼份里 可是这会儿的三爷啊 他倒是信心满满 他觉得自己啊 现在就是实际意义上的皇长子 和下属谈话的口气啊 总是以储君自居 这就有点自大的沉不住气 又得意忘形了 雍正皇帝登基以后 就曾经以储君自居 这个问题 深斥过印纸 那既然雍正知道啊 那当年的康熙 惹定也知道 所以啊 这招旗就走错了 这爸爸呀 开始也不待见老三了 康熙五十五年 有这么一位闲散的旗人 叫孟光祖 打着三爷印纸的旗号 到江南各省啊 去招摇撞骗 就在四川 还勒索了四川巡抚 年庚摇一大笔银子 当然 后来查明啊 这孟光祖和三爷印旨啊 没什么关系 就纯粹是个胆大的骗子而已 康熙皇帝都不曾追究此事 可是这事 在雍亲王的心里 可是结下了一个大哥的 在他心里 深深的认为 这位三哥 是他的最大威胁 打着三哥的旗号 小骗子一上门 自己的门人就乖乖的往外掏银子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自己的门人年庚摇 也是觉得印旨可能会夺得皇位 这雍亲王知道此事以后 立刻写信 把年庚摇是一通臭骂呀 如与孟光祖 愧疑受受 不但众所周知 而且出自于 辱家人之口 以告我者 尚感朦胧皇上 以此漏网 既此一世 既辱现在 所以父皇上 而将来之所以 必父伯爷 听出来了吗您 这表面上啊 是说年庚摇 负了皇上的信任 这次漏网了 实际上的意思是说呀 你怎么敢准而负了我 又去投靠三阿哥呢 以此可见 当时应征 对三阿哥的态度 再来发生的事啊 就出在这可恶的文人 陈梦雷身上了 这孙子 可能是真有一度的学问 但也不耽误 他是一度的 男道女昌的下座小人 他和这朝中的大学 是李光帝有仇啊 于是呢 他就请来了一位术士 叫周昌岩 帮他施法呀 掩阵李光帝 他是这么想的 如果要是 这次掩阵成功了呢 你就继续掩阵 被囚禁中的 大阿哥和二阿哥 如果这两个人 不放出来呀 这印旨啊 没准就真能 当了皇上了 如果这次再成功的话 就继续掩阵 其他对皇三子 有威胁的诸位阿哥 他想的倒是不错 可是啊 这周昌岩他发力有限 眼镇李光帝的事啊 压根就没实现 这事啊 也就只好胎死腹中 作罢了 不但如此啊 这陈梦雷还是个投机的小人 他找了一个墓镜 做了一个牌子 这牌子他给起了个名字 叫天将大卫神牌 上面呢画了一个小人的人像 在旁边写了一行字 天命在资 甚密误屑 赤 陈梦雷供奉 按理说 这上边的人像啊 他应该写上是印旨的名字吧 因为他是三爷的人呢 可是这老小子 他心里不抓底 他不知道啊 这印旨到底真的能不能当上皇帝 所以他就画了个括弧 把这个人名啊 空下没写 如果呀登基的是印旨 他是三爷的人呢 他拿出这个神牌之后啊 这皇帝肯定不会怀疑 这神牌啊 是给别人立的 如果一旦这三爷没当上皇帝啊 这上边又没写名字 他也可以啊 借此推脱堂塞 诶 谁想啊 康熙61年 这四个印旨 登基做了大宝 成了这大清帝国的真命天子 要我说呀 就赶紧把这破丸扔了就得了 可是这陈梦雷啊 一心是想做官 一时鬼迷了心窍 就把这阔湖上啊 填上了雍正的名字 托人献给了皇帝 这雍正皇帝拿到这块神牌以后啊 不觉得好笑 说这陈梦雷呀 你还跟我玩这个 四爷我往外掏这份心路的时候 你呀还压在天牢里呢 抓起来 连他儿子一块 内务府慎行司 皮边的蘸凉水是一顿垮抽 您想就陈梦雷这种角色 他能扛得住行吗 所以这三爷硬指 背后的事肯定没少交代 就比如刚才咱们提到的 这三爷在家里啊 没事总以储君自居的事 幸亏这成亲王啊 是雍正登基以后 第一个磕头下拜 给自个儿的弟弟皇帝行礼服软的 再有呢这皇帝刚一登基 脚跟未稳 立刻就对付成亲王印旨这种大角色呀 他也没有这个本事 所以处理这件事啊 雍正皇帝就只能宽泛一些 降下旨意 陈梦雷招摇无忌 步伐甚多 若在成亲王处 将来必有所累 就把这陈梦雷呀和他儿子 一同发配到黑龙江船厂 得 这修书的呀 改到船上去订船板去了 这印旨呢虽然没受到责罚 但是呢却被派到清东陵 给自个儿的爸爸勘坟去了 说是勘坟呢 其实就是软禁 咱们在这儿得说一句啊 您像这三阿个印旨 和十四阿个印体 都在清尊化东陵 给康熙皇帝守过陵 在那儿啊 虽然也算是软禁 但是比在京城圈禁 又强多了 在那儿啊 生活还是非常过得去的 咱们这儿先挖个小坑啊 有机会我好好给您讲讲 雍正皇帝 防了自己这三哥呀 一辈子 因为在他心里呀 认为只有这三哥 才是他的竞争对手 他曾经就亲自说过 如成亲王其才 甚属可用 而其心又不得不治而不用 以朕四十年兄弟 世事无不洞悉 而用之之难 尚然如此 归根结底 就是对你一句话 不放心 我是负责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您记准了啊 自要您长按点赞啊 咱们是明天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